以下节目由Ajinomoto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Ajinomoto在抗击COVID-19方面 为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做出了贡献 并且将持续支持所有的商业复苏以及重启 为了维护您的个人健康 我们请您扫码领取50个口罩 我们透过安心安全高品质的商品 使您的生活回归正规 力求为全世界人类的健康 还有更好的生活做出卓越的贡献 当然随着经济的重启 还有居家令的放宽 有一些商家们也正在逐步的重新开放 欢迎员工们回来工作 并且采取了新的社交疏离的措施 来防止COVID-19的传播 加州重启经济第三阶段 已经开放的商家包括了像是美法业 健身房还有酒吧等等都获准了 在做好防疫措施之下是重新开张了 如今尽管疫情仍然在高原期 各地是迫于经济压力 已经分阶段的迈向了恢复商业活动之际 洛杉矶郡还有市政府关于口罩的强制令 这也凸显了其实口罩在对抗疫情的下一个阶段 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当然洛杉矶市还有洛杉矶郡政府 正在逐步开放商业活动 除了原本允许营业的民生必需卖场之外 近日也开放了像是花店 玩具店 体育用品店等等商家在店门口交易 同时也是有条件开放了像是践行步道海滩 提供居民践行 游泳甚至是冲浪 但是在岸上时必须要符合戴口罩 还有安全距离等等的规范 在命令加州居民居家避易 大概是三个月之后 现在大多数的县市都已经开放了 像是餐馆 商店 电影院 动物园 酒店 还有体育馆等等 而自明日开始呢 像是美甲沙龙 按摩室 还有其他个人护理的服务 也都可以在已经批准的县市当中开始复工开放 在重新开放之前 所有的商业设施都必须要 一 进行详细的风险评估 并且要制定针对特定的定点的保护措施 二 培训员工如何尽可能的限制COVID-19的传播 这就包括了如何筛减自己的症状 以及应该要何时待在家里 三 制定个人控制的措施 还有检查 四 制定消毒方案 以及五 建立社交距离的指导方针 那么需要留意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根据CDC的报告显示 其实COVID-19的患者是有多种症状的 从轻度的症状到重度的症状是不等的 以下症状呢 可能会在接触病毒2到14天之后出现 像是发烧或是怕冷 咳嗽 气短或是呼吸难过 肌肉疲劳或是身体酸痛 头疼 近期丧失 味觉或是嗅血 喉咙痛 鼻塞或是流鼻涕 恶心或者是呕吐腹血等等 像这些出现以上症状的人可能就感染了COVID-19 但是以上症状并不包括所有可能的症状哦 所以随着COVID-19进一步的了解CDC也将会持续的对增长做更新进一步的更新 洛杉矶COVID-19危机的第一阶段呢 也就是从3月19日到5月8日实施了Safer at Home的时期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危机管理的模式 它的重点呢是在于要尽可能的挽救更多的生命 在5月8日呢 洛杉矶市还有县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这也开始了对Safer at Home的另外一个像是舒缓逐步的调整的这个措施 自6月12日洛杉矶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并且已经开始向监视的状态开始作为过渡时期了 目的呢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能够取消更多的限制 在第五个阶段也才是最后一个阶段 洛杉矶才会全面的开放 并且转向在COVID-19后的世界当中可以重新的缩造自己 在6月12日重新开放以下部门时的感染控制 还有社交距离的要求 这就包括了以下这些地点 首先是体育馆还有健身设施 再来就是没有现场观众的专业运动 露营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还有水族馆 露营地露营车营地户外休闲场所等等 音乐还有影视制作 旅游还有个人旅游的饭店住宿以及短租旅客 但是这个重大的进步真的不代表着 其实COVID-19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您真的必须要持续保持社交距离 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甚至布面罩 以及遵守公共的卫生安全指示 露营纪县现在仍然处于在家工作更安全 保持社区安全的秩序之下 除了公众抗议和基于信仰的服务之外 是不允许个别家庭之外的人群 进行公开或是私人聚会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继续遵守社交距离 还有感染控制的规定 必须最后一句 并且需要与在家人之外的其他人接触时 一定要记得戴上面罩 以上节目由Agino Motto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